歡迎大家跟我一起 catch 大錢潮 我們先來介紹今天來賓 第二位要介紹是我們的財經專家 謝陳彥 陳彥好 知彥好 大家好 還有我們的朱葉忠老師老師好 大家好 還有請到我們張正威 鄭偉姐你好 知彥好 大家好 還有我們的軍事專家 吳明杰 明杰哥你好 知彥好 大家好 還有我們的朱葉忠老師老師好 好 我們要趕緊帶大家來看看 那麼這個俄羅斯現在面臨到的內鬥 或許會比烏克蘭的大反攻來得更為激烈 怎麼說呢 我們帶您看這兩天出現了這樣的一個畫面 這是誰啊 當然是瓦格納的普里哥金 但他今天怎麼穿得如此輕便呢 原來是他來到了莫斯科 然後他跑到了這個國防部 要幹什麼呢 他送了一份協議進去 但是他送了協議被丟出來了 他什麼協議啊 原來是現在的這個俄羅斯說 所有的僱傭兵集團要重新簽訂全新的合約 而且要交出指揮權 否則的話要視同你叛國 那普里哥金當然啊 你這麼強硬對我 我也有我的協議嘛 你要跟我簽約可以 我也有我的條件啊 所以他就拿了他自己的條件 送到了國防部然後被丟出來 什麼樣的條件被丟出來啊 原來他裡頭寫了一大堆洋洋灑灑 他的條件每一項都是要凌駕於 俄羅斯的國防部之上 那當然你就被丟出來了嘛 好那到底呢 現在這普里哥金啊 是不是直接跟國防部叫板 這僱傭兵又是怎麼回事 會不會影響到戰局呢 明天哥跟我們解釋一下 他到底這個簽約是怎麼回事 對在這個烏克蘭反攻的這個時間點 其實等於俄軍的防衛其實非常重要 不過這個時間我們看到這個普里哥金 那到國防部去遞交一份 所謂新的合約 那為什麼會有這個動作 因為俄國國防部要求7月以後 要必須跟所有的用兵集團要重新簽約 但是中間一個前提就是必須要交出指揮權 其實換句話說就是要借這個動作 那把這個普里哥金 在瓦格納集團的這個軍權把它拔掉 那以免 可是那個兵團不是他成立的嗎 對那如果今天他交出指揮權 等於整個瓦格納集團 等於就被這個俄軍給併吞 所以等於說 當然一方面是因為他不斷向俄軍國防部 那同時也擔心他做大 那所以要求重新簽約 但這條條件確實非常嚴苛 對普里哥金來講 那普里哥金現在也這一個反其道而行 那說好那要來簽就來簽 所以他就到這一個國防部 那剛剛看到他這個直接遞交了一份 其實就是新的合約 那新的合約裡頭 其實我們看的這個內容 我覺得擺明了他就是吃定二國國防部 不會簽 為什麼會這樣講 未來接下來 就後續的作戰必須要全部的 這一個不管資金彈藥 兵員全部都要由俄軍來提供 那先前其實俄軍就已經不斷透過 就是不提供他彈藥來干預他 現在怎麼可能還提供他全部的資源 但他也知道不可能 所以他提出這個條件 第二個 那還要派員進駐俄國國防部 那這個動作 他瓦格納要派員進駐國防部 一副儘然另外一個 這一個軍團的指揮官的態勢 那還有第三個就是說 所有的軍事行動規劃 必須要擁有否決權 就因為先前俄軍要求他去打 這個巴赫姆特 那未來如果有類似的 這一個命令的話 他可以否決 他可以說我不派這個瓦格納集團 他可以說我不要去 對我不要去 那第四個 那更誇張的是說 他除了所有這個核武器以外 的這個藏備兵 這個武器的所有的基地 瓦格納集團全部都可以進去 也可以在裡頭行動 這確實是有非常大的特權 更讓外界覺得說 這很針對性的 這一份協議必須要長達25年 不能解約 還不能解約是不是 所以這樣的一個條件 我們也知道說 基本上開出這個條件 他也知道說 俄國國防部不會同意 但是他說要簽來簽 不是只有你出條件 我也可以開條件 那雙方再來談 但是他這個動作 我認為解讀式背後 其實他完全瞧不起俄軍 那特別是俄軍在戰場上的 這個戰力已經被他看破手腳 他吃定俄軍 必須要透過瓦吉娜來協助 接下來對這個 烏克蘭反攻的防衛 所以才會開出這樣的一個條件 普丁他們下面的人吵成將 他不管管是不是 我覺得普丁 現在恐怕也滿頭大的 大概沒有辦法擺平 這個雙方各自的角力 那在這一個 烏克蘭反攻時間點 出現這樣的一個 俄軍內訌 那當然對於 俄軍後續防衛來講 我覺得也是一個非常大負面的效應 那當然這對俄軍的時期 也會有很大的打擊 那當然戰場上來講 我們大概簡單看一下 這幾天 兩週以來的反攻 那本來等於說 烏克蘭他本來有 東線跟南線 那現在看起來 俄軍比較主攻東線 那本來這一個 南線的部分 他是防守為主 那現在等於說 這幾天也發現說 似乎俄軍也從東部 調派這個兵力往南走 特別是在 札波羅勒這個地方 那那裡有核電廠 那現在最近傳出說 他可能在裡面埋設炸藥 可能要像這個炸 這個 對新卡科夫卡的水壩一樣 那現在外界也是警戒 那不過看起來 俄軍也把他的主力往南拉 那所以在札波羅勒 烏南這個地方 到赫松這個地方 可能會是接下來 雙方比較激烈的一個決戰點 那當然這過程中 外界看到戰場上 非常多 特殊的一個狀況出現 其實我們前幾天不是才談到說 這一個俄軍用這個T54的 等於說前蘇聯 接近二戰時候 老舊的古董 去把它改成 所謂的遙控的自殺坦克 那現在還有另外一個訊息 畫面出現說 俄軍不只這一次 其實他先前 先這個等於說 擄獲了烏克蘭的MT-LB 另外一型的裝甲車 裝甲車上面 滿載五枚FAB-100 這是一個本來是戰機掛載的 這個空投的傳統的炸藥 上面還有3.5噸的TNT炸藥 那用這樣的方式 同樣跟T54一樣 直接 但是因為他 烏克蘭也有這個裝備 所以他會偽裝 讓烏軍認為說 這是烏國自己的裝甲車要過來 結果 重點是 他不是遙控 他是上面有駕駛 而且是要在這個衝鋒前 大概距離目標300公尺 才突然跳車 駕駛跳車 然後車繼續往前 繼續往前撞 其實這還 這個比不上 講難聽的 連ISS那個自殺的這種 攻擊都不算 因為這一個士兵 他也擔心 他不想自殺 所以他馬上就跳車 變成說這樣的一個方式 也在進行 但是從這幾次 T54或者是這種裝甲車 搭載這種炸藥 進行自殺攻擊 這種動作來講 可以看得出來 俄軍確實 已經沒有裝備的情況之下 絞盡腦汁想方設法 要用各種方式去襲擊烏軍 當然這個部分 如果說也有相關的布雷 基本上他也很難達成他的目標 所以這些動作之外 還有包含這幾天 其實烏軍也都在公布一段畫面 說美國援助的M2A2的 這一個裝甲步兵車 在透過夜戰的方式 透過它上面的夜市系統 一分鐘之內發射兩枚 脫式的反裝甲飛彈 馬上就這個擊毀了兩輛 二軍的坦克 脫式飛彈 其實我們台灣的陸軍也有 他的穿這個穿甲能力 完全不輸這個標槍 這種反裝甲飛彈 大概可以穿透到 1000毫米以上的 這個裝甲的能力 特別是為什麼要顯示夜戰 因為二軍其實最弱就是夜戰的能力 過去一年 其實烏軍無人機的部隊 也曾經對外講到說 二軍有時候 只要這個一黑夜 就這一個等於說休息不出 天黑就休息了 因為他們缺乏這個夜戰的裝備 包含像紅外線的顯示儀等等 都沒有 那現在這個烏克蘭軍方 在這個部分是佔有優勢的 等於說透過這種黑夜的時候 來進行初級 那會讓二軍防不勝防 那這當然也是他們的一個新的 一個打擊的方式 那當然還有包含像 先前不是這個二軍透過 不管巡運飛彈也好 彈道飛彈也好 甚至無人機 還有甚至這個 等於說匕首的高參數武器 去打擊基輔 還有這個很多的城市 現在烏克蘭也 樹立起三道的防空網 那當然最高最外層 大概就是愛國者三型 可以攔截高度比較高距離 比較遠 大概可以到30公里 那現在法國總統馬克宏 也證實說已經提交一批 一批叫SAMPT型 這種防空飛彈 基本上它就是這一個 法國製的這一型叫 Aster-30 紫淵飛彈的這一個陸基板 那它的攔截高度 大概也可以到20公里 所以可以扮演中層到遠層的 這個攔截的 等於說這個利盾 那還有包含像中間 還有包含像先前美國援助的一型 叫NASAMS 它大概比較近距離 但是它也是AIM-120C去改造的 這個防空系統 那最後一層就是復仇城跟刺增 所以有三層的 層層的防護 那對於未來 防衛這個俄軍的這個飛彈攻擊 應該也會有非常大的幫助 是 所以我們看到這個戰場上 現在對於普丁來講 內憂外患 這個內訌到底要怎麼解決 現在看起來也是蠻頭大的 但在戰場上 烏克蘭現在有最先進的 一些武裝的配備 那面對了這個俄羅斯 現在感覺好像面對這個大反攻 你會看到有一些個別的出現 有一些讓大家覺得匪夷所思 荒腔走板的狀況 那到底接下來呢 因為也有一說會認為 這個反攻可能也沒有那麼順利 可能也是要付出非常多的犧牲跟代價 但我們就持續來看進展 好 那麼繼續我們要帶你來看到 另外一場大戰 我們常常講晶片大戰 這個美國用各種手段 去杜絕 中國可以拿到最先進的晶片 但是這個上游政策 下游對策 中國真的買不到嗎 那倒也不是啊 你有錢什麼買不到呢 好 我們來看中國已經開始出現了晶片的黑市 好 這個黑市呢 據說就是在中國電子的第一階 在華牆北這個地方 以前呢都是所有的電腦啊 科技新品啊都在這個地方買得到 現在這裡已經出現很多的黑市在這 揮達的晶片尤其是搶手貨 你到華牆北去隨便進一家店說 我要揮達晶片你有沒有 人家通常都是看看你是不是很可疑 然後就說有但很貴 好 我們來看據說在華牆北這個地方 你可以買得到少量的揮達的A100的晶片 這就是美國不准揮達賣給中國的 好 你要買可以量沒有很多 再來就是它很貴 現在一片的售價是2萬美元 這個價格什麼意思 這個價格是市價的2倍左右 所以你要多花錢買得到少量晶片 這黑市到底如何運作呢 我們來問問晨諺 你只要到華牆北一條街 我不知道各位有沒有去過 深圳過去我常去 我常常也去華牆北逛 真的全部都是電子賣場 基本上只有你不敢要求的 沒有你買不到的 就你想買你問他 但是你要買你自己也不要先鬼鬼祟祟的 就你進去 比如說你要這個A100晶片 當然你不能拿這個 請問誰有A100晶片 沒有人理你 通常會有朋友介紹 哪幾個攤位買得到 根據我的經驗 你到了那個攤位 一定是朋友 你透過熟人 你到了那個攤位 你直接先跟他報 誰誰誰介紹我來的 那還有沒有 那個A100晶片 對 那對方他不會馬上跟你講有沒有 他會先看看你 然後這個時候你最好 能夠有個名片或者是什麼 對 然後這時候他會跟你說 OK那你要多少 不便宜喔 他說我知道 那你看喔 一片要多少 兩萬美金 兩萬美金 台幣60萬以上 簡單講就是貴一倍 簡單講貴一倍 你不一定買得到 好 再來兩倍的價格 基本上品質怎麼樣 不保證 不保證 那你要不要 基本上 而且我跟各位講 很多的晶片 有時候是 他可能是實價 我們常常看那個青菜不是實價嗎 對 因為現在缺這些高速運算的晶片 缺得很兇 所以他也是實價 基本上他現在跟你講兩萬 他就跟你講這個 甚至如果 你跟他講我量要比較大 他給你一個報價單 他是告訴你今天有效 也就是說你還在猶豫回去 明天再來 那又另外一個報價 因為你不要有人搶著要 畢竟 這個是美國禁止進入的 他弄得到 好 所以你看 大家就開始想說 那這就怪了 你們說華強北 那這個會不會是 假的 對不對 我們所謂的A貨 就是山寨 山寨不是 是真的 是真的 他哪裡來的 而且真的是揮答的 雖然不提供保修 但是絕對是正常管道弄到的 為什麼 很簡單 因為本來就有這個需求 而且大家要知道 我先講他怎麼弄到 很簡單 我在海外成立一家 美國 新加坡 海外的公司 對不對 我是不是可以正常跟美國進貨 我在新加坡 我在中東 沙烏地阿拉伯 那你怎麼弄回中國 好 簡單嘛 對不對 簡單嗎 就是走私就好啦 你知道什麼叫走私嗎 走私就是 我透過其他的管道進去 那很多人說怎麼可能 你包括 也有在台灣 印度 新加坡的公司 跟美國進口 台灣目前還是很可以 對不對 怎麼走私呢 在台灣到大陸漁船 不用兩顆籃球 你就漁船 過去就上去 好 所以有沒有這樣的管道 我跟各位講 行之有年 因為市場有龐大的需求 自然有管道 譬如說 我們講瑞士手錶 我們講南韓的化妝品 甚至過去 中國大量需要一些籃油的時候 其實都有一些走私的管道 水貨 那當然你不要笨到像這個孕婦一樣 我們不要笨到像這個孕婦一樣 當然我對孕婦沒有任何的想法 這個是一個最近在中國的實際案例 但是這是一個走私的人 實際的案例 他假裝自己是孕婦 然後他肚子裡 假肚子裡藏什麼 好 但是一般來講你有幾個動作 第一個你一定會 稍微扶一下肚子 走路腰很痠 你稍微會斜的對不對 可是他不是啊 因為海關也不是 這個怪怪的 馬上裡面你知道很誇張 202顆處理器 他的假肚子裡面長 202顆處理器 9支智慧手機 他就是用這樣的方式 但是我要講正常的走私 就被抓到啦 不是這樣 所以因為太缺了 整個晶片市場飆到500倍 我要講 這個也要小心 為什麼 過去在中國 汽車產業也曾經發生這樣的狀況 也就是說有一段時期 不是疫情之後突然之間 供應鏈這個晶片短缺嗎 那他們又在推汽車下鄉啊 什麼什麼 晶片缺得要命 黑式晶片流入車廠 甚至連中國的汽車業 他直接跟德國的加工商博士說 我可以低下拿到黑式晶片 你直接幫我裝上去 還好德國大廠不願意 要不然這些晶片很可怕 有些ABS晶片防鎖死 他真的防止你鎖死是完全鎖不住 這太可怕了 這安全性 當時華強北一樣 也是晶片 跟現在我在講這個A100情況一樣 一天一個價 就跟青菜一樣 就是實價 所以你看 當時這個 包括貨也要求要 整個現金支付 然後呢 甚至飆到800倍 聽說有人專門籌資在炒 炒高那個晶片的價格 那因為我剛才講 整個價格不是飆了800倍 所以當時華強北一堆人 因為看到 賺到上千萬 大家拚了命囤貨 而且重點 你怎麼炒高 你不是賣出去賺錢 你是囤貨賺錢 囤貨以後 飆高以後再慢慢出貨 結果後來當然很多 這個年輕人看到 他就想說 這個是一個發財的機會 全部蜂擁投入 結果那些囤貨的上游商 一口氣把這些晶片 全部倒給他們 直接崩盤 所以我覺得說 這一次GPU晶片 會不會產生 像之前 汽車晶片的亂象 我覺得有得巧 是 所以我們看到現在這個晶片的問題 因為禁令 所以已經出現了中國的地下黑市了 那當然呢 剛剛這個陳彥講了 過去曾經有類似的狀況 到最後呢 很多這個囤晶片 這個炒晶片的人 是血本無歸 那這一回呢 因為中國真的很缺 這黑市還會如何運行 我們再來看 好 那麼另外一個要帶大家來看到的是 我們看阿里巴巴 阿里巴巴歷經了過去幾年 你會覺得風風雨雨 然後他沉疾多時 都沒有以前那種講到阿里巴巴 你就覺得 哇 這是中國的希望 這是中國最棒的企業 但是我們來看 現在要有新風暴了嗎 因為馬雲做了一個重新的安排 好 馬雲出手來喬 他整個高階的領導階層的一個組合 我們來看他找回了誰 他找到了 這來自台灣的蔡崇信 蔡崇信其實當年就是阿里巴巴 在整個成長茁壯崛起過程當中 非常早期的成員 那他當然啦 這個阿里巴巴很好了之後 他去找他自己的路了 蔡崇信後來他的創業是 他成為了第一位華裔 可以買下NBA球隊的 現在NBA籃網隊就是他的球團 另外他還買了一支叫紐約的自由人隊 這是一個女子的一個籃球隊 好了他把這位蔡崇信又給找回來 要擔任什麼呢 他要接任的是董事會主席了 好那現在馬雲又把他的一個 這個組合班底調整回 當初的創業班底 到底為什麼 接下來的阿里巴巴 有什麼樣的新計畫呢 好我先回答至於第一個問題 最主要這一次馬雲 退休的馬雲居然回國 很重要的是他面臨一些重要的危機 大家都知道整個全中國 他的互聯網有BAT三大 但是其實靠這個淘寶 跟天貓起家的這個阿里巴巴 現在碰到一個重大危機 那危機也就是說 在新起的比如說抖音 比如說拼多多 還有甚至包括京東 人家那個劉強也趕快回國了 所以在這裡面 其實他碰到一個生死存亡之戰 所以在這個時刻點真的也不開玩笑 大家看到的只是馬雲你終於回來了 那你一家上市之後變成六家上市 你不是很happy 其實錯了 他第一件事情最重要 要解決他現在的危機 而且馬雲在對內部的談話裡面 他說他現在面臨危機像什麼呢 像是時代的眼淚 他說Nokia 做手機的Nokia 還有像是科達相機的Koda 他居然能夠在半年到一年之內 從這個企業的標杆 居然走入死亡的棺材 最重的原因是不知道改變 所以他一定要趁這個階段來進行 那他改變最主要改變什麼 其實說實在這一段時間 大家都知道有所謂的滔天集團 其實就是淘寶加天貓 天貓我們大家比較知道 淘寶你就是買那個電商 大家都知道 天貓其實就是你那個雙十一光棍節 全世界都知道 所以在這個情況之外 他是為了要解決問題 可是說實在 至於你知道 他解決問題最重要是什麼 他其實一定要有一個智囊 那個智囊就叫做彩虫系 剛才至於你就有提過 蔡崇信其實還蠻神秘的人物 全世界的人都知道馬雲 可是你說你都知道蔡崇信嗎 好像聽過又好像沒聽過 我們跟各位觀眾朋友報告 蔡崇信是道地的台灣人 他在台灣 台北的律師世家 本身就很有版底 他其實是台北的律師世家 13歲就移民 他去了這個 他最主要是 他在當地 他不僅獲得了 包括像是耶魯大學 在經濟學 他有獲得學士學位 甚至在法學 他獲得博士學位 他其實從來講 他出生就是一個人生勝利組 可是你知道嗎 他人生做最瘋狂的一件事情 那叫做投資馬雲 這也是他最大的一桶金 還有蔡崇信這個人 很多人講說 像今天早上 我們的製作單位就問我 蔡崇信是誰 觀眾朋友蔡崇信 我只能說他有幾個重要定位 他就是馬雲的知音 全世界如果你要說 馬雲的知己是誰 你只能說 就叫做蔡崇信 為什麼呢 他當時我們只能說 他做一個人生最瘋狂的一件事情 如果 我是做不到 我不曉得是雲能不能做得到 如果有年薪70萬美金 那個是多少 年薪是2000萬台幣 不管 年薪這樣子 這麼把70萬美金 要邀請你去當一個投資 這個瑞銀重要的一個投資 這裡面是很重要的大咖 你要接著工作 還是要去當年的馬雲 現在你可以看到 你阿里巴巴當然現在是很大 可是當年阿里巴巴 馬雲就被他嚇一跳 因為當時他只能付得起他 500塊的月薪人民幣 在這個情況之下 這就是蔡崇信 獨到的一個眼光 所以他放棄他那70萬美金的年薪 然後去跟馬雲創業 而且你知道他本身世家 本來就巴滾 他在初步到之前 他就已經是紐約州的職業律師 他本身其實政商 他通通都是有的 所以你就知道這個人獨到眼光 你知道為什麼做這個瘋狂的事情 因為當年蔡崇信 他第一次1999年 去了杭州去跟馬雲談天 他說著他第一次驚為天人 他說他從小到在美國耶魯大學 看過那麼多的精英 他沒有看過像馬雲這款草根的精英 很特別 馬雲非常會說話 好多人都是被他的貨殘稅 我跟你講 包括孫正瑩 我跟他講 靠一支槌 貨濾濾 我跟你講 不是要騙全天下的資金 但是基本上做到 這個蔡崇信就上鉤了 而且從此變成一生的夥伴 你知道目前為止 蔡崇信幫他做了哪幾件事情 從1999年開始 馬雲當時阿里巴巴完全不一樣 他居然成為阿里巴巴創始18羅漢之一 而且你知道環球迷 那時候馬雲退下來 他也跟著退 馬雲退就的時候 他當時有一個重要的地位 除了馬雲沒有別人有 也就是他成為阿里巴巴 唯一要跟馬雲一樣 是合夥人 全永久合夥人 那你看他有多厲害 他最主要是錢袋子 以及地下軍師 目前為止 所有 我們必須要講 馬雲自己所有的構想 全部都來自於他 我必須要這樣講 你看他1999年出來 他家裡阿里巴巴 他整個包括淘寶 包括支付寶 那些新的idea 全部出自於蔡崇信 另外一個部分2000年的時候 那時候碰到網路危機 大家都知道全部都冰斗 大家都不能活 所以他當時 他自己主動去找了軟銀 孫正義一聽了馬雲 好買單 立刻2000萬美金就入口袋 解救了當時讓他活下來 而且後來2007年 在香港上市 2014年 在紐交所上市 全部都是因為蔡崇信 所以很多時候 很多人講說 那時候馬雲退休 蔡崇信要跟著退休 他後來跟著退 可是這一次馬雲碰到危機 再次重出江湖 他也帶著蔡崇信 我相信 蔡崇信過去 歷次幫他解決危機 他也相信 未來阿里巴巴 能夠安全的度過危機 而且說不定 翻雲覆雨 重現江湖 對 所以呢我們看到了 在這個企業 碰到了這個 沒有辦法決定方向 感覺未來 有點迷茫的時候 好像還是得要 老計福利 重新出馬的一個概念 所以看到蔡崇信 又重回來掌舵了 那未來的阿里巴巴 會不會有新氣象 我們就來持續看看 好那麼繼續呢 我們趕緊帶您來看到了 這是在國際間的重大新聞 現在每天都有這一條 這一條 什麼呢 鐵達尼號又出現了 你說鐵達尼號 不是在海底嗎 沒錯 就有人喜歡到海底去參觀一下 那個沉默的一個鐵達尼號 好我們來看這個 有觀光潛水器 結果這觀光潛水器呢 當然是要帶著人下到這個海底 去看看鐵達尼號的 結果呢 他失聯了 消失 那上頭載什麼人就很重要啦 載了一個超級有錢人 好那時間點呢 是在6月18號 那他就做著這個 這個所謂的一個旅遊的潛水器 然後呢 就很像我們到海底去看看海洋世界 他是要去看鐵達尼號啦 然後他失聯 現在已經進入第三天了 這個船上頭 潛水器上頭的氧氣所剩無幾啊 上頭載的呢 非常知名的 英國的億萬富豪 那現在還是找不到人 於是就有人講了 這鐵達尼號當年的詛咒 怎麼到今天還是如此 聽起來毛毛的 到底呢 這是怎麼回事啊 鐵達尼號至今 還有很多未解的謎題喔 朱老師 我們先了解到 鐵達尼號是1912年沉末的 那沉在什麼地方呢 如果以從美國的東岸 從馬洲往外海推 大概1450公里的地方 那深度大概就是3800公尺 到4000公尺這麼深 所以也就是說 一般的你靠單純潛水 是絕對潛不到的 所以你一定要有潛水器 可是你注意喔 它叫潛水器 它叫潛水艇 差在哪裡 潛水艇指的是 你可以自主操作 可是潛水器是要在 在海上的船幫你操控 那也就是說 它相對是一個簡單的設備 所以也就是為什麼 這一次會出問題 最大的關鍵在這裡 它是一個比較簡陋的設備 不是那種軍用 我們看到很像潛水艇 它簡陋可是它下去完 它入場券要700多萬耶 基本上因為它難度有很高 你要沉到海底3800公尺以下 你一般的潛水器你也達不到 所以就是有這種私人的公司 這次出資的這家公司叫海洋之門 它就是專門玩這種 當然你要去玩代價很貴 25萬美金就是700多萬 將近800萬台幣 所以一般人絕對玩不起 好 那問題是你要去玩 也就算了你還要付很大的風險 我們剛剛說了 因為它即便能夠沉到這麼深 它不是一般的那種潛水艇 因為你想私人公司 你要那種軍用潛水艇 那種規格 你怎麼可能買得起 所以它只能用這種簡單的潛水器 那最大的問題是 它為什麼不能在水底操控 因為它沒有 水底不能用GPS 你沉到那麼深 你還有哪來的GPS可以操控 對 所以它必須在海上有一艘船 去幫你操控 指揮你 可是你想 你沉到那麼深 有什麼狀況 會不會影響通訊 就是這樣子 所以就失聯 對 它沉下去 一個多小時以後就失聯了 一直到現在 所以它現在到底是生是死 不知道 也許有可能沒有問題 但是照理說如果沒事的話 應該至少也要浮上來了 可是顯然的 你看6月18今天21號了 對 Dayline快到了 因為裡面的氧氣 最多只能96個小時 4天 今天已經3天了 所以也是說它最多只剩一天的時間 如果還沒找到 對 那就拜拜了 好 那話說 你要去做這個事情 我們剛剛說一定要超級有錢人 你才有辦法付25萬美金 所以現在大家最矚目的就是 裡面做了一個人叫做哈丁 他是英國的億萬富豪 這個人我們就不要走得太遠了 幾年前是美國幾個公司 都在射太空船到外太空去 他就是其中一個 他參加的就是貝佐斯的藍色起源 他是當時的4個乘客之一 他敢玩這種東西 所以 相對這個 那對他來說當然就是小case 所以他其實喜歡玩命的人 對 而且他個人有3項金氏世界紀錄 第一項 全世界最快在46個小時之間 南北極繞一圈 開飛機 自己開飛機 自己開飛機 46個小時南極到北極 地球繞一圈4萬公里 好 那第二個 他這一次都要說 乘這個小case 因為他還曾經乘過 馬里亞那海溝 那是1萬多公尺 而且乘過這個不稀奇 他還創下兩個紀錄 第一個在裡面乘最久 他那時候在海底 待了4個多小時 所以你想這次已經3天了 想來就是出事了 上次人家去4個多小時 就回來了 再來就是他不只乘下去 還在水裡走了4.5公里 都是金氏世界紀錄 顯然他很敢玩命 好 所以話說回來 那為什麼要做這件事情 除了好奇之外 這麼多年來 你看了100年了 大家都不斷要去探索 鐵達尼號 為什麼 因為傳言裡面 有很多很值錢的東西 來 我們看到 幫大家整理這五項 我們就不一個一個去講 其中大家比較注意 第一個粉紅鑽 這到底有多大顆 粉紅鑽基本上 以鑽石來說 裡面是最值錢的了 到底值多少錢 我們不知道 對 那可是最值錢的其實 是最右邊這幅畫 好 這是法國的畫家 布隆戴爾 他在1814年畫的這部羅女畫 大家如果有看過 鐵達尼號那部電影裡面 是不是在裡面 就是去畫羅女嗎 好 但不是完全一樣 但是大概就是有這種意味在裡面 這幅畫呢 預估限值大概是230萬英鎊 和台幣將近1億囉 可是我覺得如果真的打撈出來 應該不只這個價錢了 對 但是他在水裡那麼久 應該壞掉了吧 這就不曉得了 因為最近也有一個新聞 有人去潛水打撈到一支 勞力士的手錶 而且那個手錶已經外面 已經整個結晶 還有漲了一些東西 可是他還會動 真的喔 還會走 這是勞力士的廣告 大家是怎麼懷疑 就像跟當年的LV的皮箱的廣告 可能有類似的情況 好 那問題就是 你除了大家去探索這件事 這個潛水的沉船之外呢 另外大家也很好奇一件事情 因為大家覺得 當年的這件事件真的是疑點重重 好 因為如果你有去看過那部電影 或是你在網路上搜尋一些相關的記錄 當時都跟你宣傳說 這艘船是永不沉默 甚至說連上帝都弄不沉 因為他說我有16個隔水閘門 隔水艙 他說除非同時壞掉4個以上 我才有可能去沉 但是還是沉的啊 那為什麼會沉 當然我們如果看電影都知道 它是撞到冰山 可是又有一個陰謀論說 事實上那是騙人的 因為它同時間有另外一艘姐妹船 幾乎跟鐵達尼 它完全一模一樣的叫20皮克號 但是它是因為撞到軍艦 撞到軍艦 於當時來說保險公司不賠 那這時候船公司就擔心 那我會破產 所以他就故意弄了一個一模一樣的 其實不是真的鐵達尼號 那目的就是我要炸保險金 那是不是這個這樣子 大家有說 因為第一個 老闆當初JP Morgan 就是當時的美國首富 他說他要跟首行一起上船 結果臨時他沒上去 那再來就是當時的高管 最高的主管 醫師妹 他要求要全力衝速度加快 那有危險性 尤其你到冰山 你要慢慢地喬 那再來就是你新船 居然用了舊的零件 所以種種疑點 大家會懷疑說 這個鐵達尼 它真的是我們所知的鐵達尼 沉船事件嗎 那也是很多人潛水想要去移探究竟的原因 對所以或許是一個 史上最驚人的一個炸保案件 不曉得這就是一個世紀之謎 好 那我們休息一下囉 下輪回來 我們要帶大家來看到的 這個竹北吊車王 他很有話題啊 竹北吊車大王 大家都知道是全台灣最大的 然後呢 最讓大家覺得好奇 就是他家有四個老婆 他都可以搞的定 但是呢 這個竹北吊車王最近 他說 台積電的廠房 他也要幫幫忙囉 因為呢 這個在台灣 吊車 這麼大的吊車 只有他家有 所以在竹科 有非常多高科技的 最先進的一些工廠 都得要他來幹 最近呢 他又有全新的一個 關於他工作上面的一個進展了 到底如何呢 我們休息一下 找我們回來 歡迎回來 我們要帶大家來看看 這個話題人物了 這是竹北吊車王 大家應該聽過 他響當當的名號了吧 我們來看 就是這位 啟德機械的董事長 叫做胡漢妍 那當然呢 他有很多的一些 這個花邊新聞 說他家裡四個老婆 然後呢 這個粉紅知己無數啊 然後呢 家裡頭住的豪宅 但是呢 我們今天要帶大家來看到 他在事業上 也非常值得 大書特書 台積電在寶山擴廠 而竹北吊車王呢 他也有好大一片地 他的一個這個 啟德機械呢 他過去的大工廠 也在寶山這個地方 他就有感而發啊 他說這個台積電到哪啊 都是這個點地成金啊 台積電說要來擴廠了之後呢 他說在寶山附近 整個都開發起來了 房子也開始蓋了 生活機能也起來了 而且呢 他說 既然有這麼多的一些 這個工廠都要在台灣設廠 所以呢 他最近又大手筆 再花了1.5億元 再去添購了兩輛高空作業車 就是準備要來幫忙 做這種大型的科技工廠的 好 那我們就趕緊帶這個 大家來看看了 到底啟德機械 是一個什麼樣的故事 那個至於你剛剛講 其實我相信有很多觀眾 最近看到非常驚訝的 這個故事很轟動 這個吊車大王 如何去吊到他174切之類的 甚至還有16個粉紅刺激 什麼回事 我跟你講 一切全部都靠台積電 就是台積電給他的 所以他可以娶四個老婆靠台積電 我跟你講 基本上很有這個可能 為什麼跟大報告 其實有很多人講說 台積電的三奈米 不是養活了整個南科 改變了整個山化 我跟你講 他的二奈米 改變了整個新竹的寶山 這個啟德機場 他這個胡漢岩 他這個董事長 蠻天兵的 很特別的一個人物 非常特殊 他說他在寶山住了一大半輩子 他15歲就出來創業 住了大半輩子 唯有這幾年看到二奈米來了 他的全部的財富也跟著來了 他目前為止 他其實說實在 他只是一個無罩吊車手出身 這很有意思 所以你看 他現在事業搞到什麼樣的一個程度 目前為止 整個竹科九層半導體的公司 只要需要搬運 只要需要裝吊 還有路上運輸 因為他需要特殊的載具 要載過去 他無神事全部都是他做的 那種是一個機械 台灣最大 對 不是 他搞到後來 他在兩岸都有生意 員工現在上千人 而且他目前在中國有十幾個定點 他是目前全亞洲第三名 所以你看 台積電是改變他的一生 也改變了整個寶山 那我目前為止講 他的啟德 目前為止為什麼 我們講他靠二奈米 目前為止 二奈米打算要在寶山 大概一座 大概台積電要做七個廠 那七個廠裡面是不是要無城市 你在裡面是不是要運很多 裡面的一個貴重的機械 全部都要靠他的這個吊車 吊車 目前為止他砸的1.5億 你知道他買什麼 真的是我們都沒見過 路上行舟 你看 觀眾朋友你看 就是底下 他那個高度最高 他那個可以拉到102公尺 還有一個是另外一個 稍微size小一點是90公尺 而且他不僅做了所有半導體的生意 在當地寶山 以前本來都是幾塊雷雷雷 就是幾塊雷雷 什麼都沒有 當地所有的工程師 已經開始陸續要來租房子 整個地方全部發了 是不是要蓋房子 蓋房子就需要用他的吊車 所以目前為止 他就是靠台積電 孔金孔銀這樣上來 為什麼我們還講 除了他這個電梯 他人生很重要的事業基礎 他蓋了新竹的羅浮宮 來我們跟你講 這號人物蠻有趣的 這個吊車大王 之所以稱為吊車大王 名符其實 很多人想說看他坐在這種黃金 很多人想說 這個是不是家裡家事很好 其實也還可以 但是最重要是他真的靠他自己 他15歲 館酒朋友 他15歲 國中還沒有畢業 他就已經出來了 而且你知道他靠什麼起家 無照吊車手 而且那個部分 當時說實在很多人不會開吊車 那是一個特殊技術 因為他爸爸 他爸爸其實也開了一家小公司 可是當時事業很小 他在15歲的時候 看他爸爸很會弄 他自己就跑去踩 他說他當時的腳還不夠長 不能夠去踩到排拉機 還踩不到 他居然就開始幫忙吊車 後來有一次 他偷偷跑去幫外面接生意 沒有跟他爸爸講 他爸爸是正牌的 有照的駕車手 他居然無照 就去幫人家開 結果你知道 他一天居然撞了3000塊 大概是40幾年前 所以你就知道 40幾年前 3000塊都可以當人家的月薪 所以當時他就這麼起家的 後來他本來他爸爸很生氣 你怎麼可以不讀書 來搞這個東西 很生氣 罵他一頓 結果他離家三天 不跟他爸爸說 後來他爸爸為什麼找他回來 你知道嗎 因為他的朋友說 你不要吊了 叫你你兒子吊的 你兒子比較厲害 爸爸暈倒 所以他的事業就這麼起家 他目前為止 除了陪他老爸出來 他說他不是富兒 他是靠他自己起家 每天只睡兩個小時 這是他的一個說法 他目前為止 他兩個舊的吊車 他是在台灣 結果起家之後 我們剛剛已經跟大家報告 其實他後來事業搞到了中國大陸 因為其實中國有很多 很多這方面的事業體 他通通都是需要 所以他是從足科起家 目前為止 他累計了將近百億的身家 在這裡面 我們要講了 他的新竹羅浮宮是什麼 是陰島 他們家三七四七 我們都看什麼 後宮甄嬛傳絕的 雍正皇帝很厲害 他在他的家裡 花了四億在當地 打造了一個八層樓的 全都是他家 那個照片 你可以roll一下 很誇張 為什麼叫做足科羅浮宮 就跟法國羅浮宮 我看已經快有的拼了 就是這一棟 這裡面養他的妻妻 四個老婆 全部都是服侍著他一個大王 而且每個貌美如畫 就是上面 你看到 這個妻妻 而且底下還封 底下還不止這些 觀眾朋友 他還有16個紅粉之意 自己 這是他叫什麼意思 什麼答應 貴人 一大堆 全部通通都可以在他家 他目前為止有14個小孩 所以結論是什麼 有了台積電2奈米 改變了一個人生 打造他百億的帝國 而且還給他一個新竹的落伏宮 對 所以我們看到 這是一個很特別的一個例子 它的一個起的機械非常有名 幾乎現在 國內一種最大型的一個建案 你可能沒有辦法 不用他們家的一些機械 因為有一些大型的一個吊車 這個造價很貴 大投資 那只有他家有 所以你也非得要找他不可了 好 那麼繼續我們要帶大家來看到 最近的巴黎航展 我們的台灣主團去參加 那你就看到了台灣之光 都在這個航展當中看到了 這是全球最大的巴黎航展 而我們台灣的航太產業 現在主團到那裡去搶商機去了 到底我們台灣的航太產業 有誰去了呢 那誰的商機比較大 我們來問朱老師 好 我們講這之前呢 這兩天的另外一個新聞 印度的電燃航空 一口氣也就在這個展裡面 下了一張有史以來最大的飛機訂單 500架 空巴的A320 好 那所以空巴吃了這個大訂單之後 空巴一定自己吃不下來 所以誰會得利 當然就是後面一大串的供應鏈 那這個供應鏈當然台灣絕對是有 所以台灣你喊得出名號 跟這些空中有關的這些公司 譬如說漢翔 長龍航太亞等等一大串 當然都跟著受惠 那當然在過去在節目 其實也講過很多的公司 我們今天跟大家談的 這個雷虎這家公司 那雷虎大部分人對他第一的印象 都停留在遙控飛機 對 沒有錯呢 他當年創業的時候 這個創辦人賴春林 就是在台中起家 因為他住在水南機場附近 當時有美軍駐紮在那邊 他就發現這些美軍 閒閒沒事 遙控飛機 可是當年這個東西 當然是很奢侈的這些遊戲 所以這些東西台灣當時也不會做 都是從德國 日本進口的 他就覺得這是一個商機 所以他就踏進去做這個東西 做做做做真的是很厲害 他從遙控飛機到遙控直升機等等 越做越大 甚至他到2000年的時候 他收購了美國專門做遙控車的 也就是說他以前是做空中飛的 現在地上跑的 他也要進軍 所以他收購了美國當時很大的AE這個品牌 所以他進軍的遙控車 可是做做做做 後來手遊崛起 網路崛起 大家年輕人都玩手遊 所以還有玩遙控機 而且大家玩過遙控飛機的就知道 那其實還蠻貴的 所以我發現漸漸沒有生意了 怎麼辦 到2014年他發現了另外一個商機 大疆 中國的大疆 做無人機大家都很 看到大疆做這個做的有聲有色的 無人機跟我的遙控機原理很像 所以你會做 那我也會做 我也進軍 甚至當時在歐洲 他的分公司就代理大疆 所以確實他也賺到 可是後來他又發現又不對了 他打不贏大疆 因為如果對無人機熟悉 大疆是市場第一品牌 而且市占率非常高 而且大疆不斷的出新機之後 舊機就大降價 降到跟他的成本一樣 他沒辦法做生意 所以他這時候想 不行 我在跟著你屁股後面 我哪有生意做 怎麼打 我也打不贏你大疆 所以這時候他又看到了 另外一個商機 無人機我打不贏你 那我說無人載具 是不是類似 無人機跟無人載具 聽起來很像對不對 無人機就是純粹 就比較上去空拍什麼 載具意味著我體積要更大 我可以載東西 這就是另外一個商機了 所以他就轉進無人載具 好 那更大的轉機就是 他在2019年的時候 他跟中華電信合作 做什麼事情 空中基地台 基地台大家知道是不是 你可能都會去 你要建基地台很容易 如果你到深山裡面 你怎麼辦 對 尤其是我們很多的軍事演習 男生當過兵 遇到軍事演習就知道 到深山裡面 你怎麼去聯絡 對 所以他當時就跟中華電信 合作空中基地台 也就是說 由他出動無輪載具 把中華電信的基地台 載到天空去 是不是這個輻射範圍之後 就可以 在這個輻射範圍就可以通訊了 所以後來台灣的軍方演習的時候 就採用了這個東西 讓他發現說 軍用設備也是一個商機 所以他開始進軍 軍用無人機 所以你可以看到 這一波下 你會發現 他不斷的轉折 不斷的轉折 不斷的有新的商機 尤其你看到 二屋戰這一爆發 無人機是我們之前明解釋 也常常在講 無人機是個非常非常大的商機 可是無人機畢竟門檻很高 技術很困難 所以他這時候又開始 又想到另外一個商機 所以真的做生意 你真的不斷的轉 開始看到天上做的一大堆 那水裡面 我們前面是被講鐵達尼號探索 所以我水下無人載具 是不是又是另外一個商機 大家都做天上的 水下流行我們剛剛前面講 水下因為你沒有GPS 你要控制相對難度高 但是我有了空中的技術之後 我改進入到水裡 我去做水裡的相關的這些無人載具 或者是無人的這些控制器 做水裡偵測也好 甚至以後我可以水裡旅遊 這就是你看到 他不斷的這樣子轉進轉進轉進 甚至進入到軍事用途 所以難道難怪你看到 這一波雷虎的股價一路往上衝 都跟他真的是腦筋轉得很快 有很大的關係 是 所以我們看到了這個是雷虎 那麼這次的國際行展當中 還有很多的亮點 我們再一一為大家來做介紹 好 那我們休息一下 下一張回來我們要帶你來看 一個非常有意思的新聞 你說你喜歡看籃球看NBA 但你知道嗎 在中國他們很多鄉村 他們也打鄉村的籃球賽 所以我們叫他叫什麼 叫這個春VA 春VA最近有一場比賽在貴州 厲害到他的一個點閱數 超過30億比NBA還厲害 現在不僅僅是轟動了全中國 轟動全球啊 這個春VA到底是如何運行的 我們休息一下的時候 我們好回來 歡迎回來我們要帶大家來看 你喜歡看籃球嗎 你一定看這個NBA 但是我們要介紹給你這場比賽 你一定要上網去看一看 貴州村的春VA 好 這個人家講說 都叫土味的鄉村籃球賽 你來看這張照片 萬人空巷盛況空閒 而且這短短三天的一個 和盤這個和盤村 台盤村的一個 村VA的一個決賽 放到了網路上去 它的一個決賽 你知道它的點閱數高達30億次 轟動全世界 連NBA很多的球星一看都說 哎呦怎麼比我還要紅啊 到底在這個中國他們的一個 這個村VA到底是一個什麼樣的風氣 跟什麼樣的文化呢 辰諺 身為前專業籃球運動員的議員 我今天特別來跟大家談一個 這個讓人感動的一個整個盛況 為什麼叫村BA NBA CBA大家知道 為什麼叫村BA 就只有在村子裡面辦 可是加了BA兩個字不得了 BA代表了對籃球運動的尊重跟專業 還有更重要的事情是那個盛況 你絕對無法想像 連姚明都說 我好想去 你剛才講的台盤村 其實才一千兩百人 他們怎麼辦出這麼盛大的運動賽事 由下而上 從心裡面出發 大家真的愛籃球 大家真的喜歡打籃球 這個村子有一千兩百人 但他那個看球賽 兩萬人衝進去 甚至一開始的時候 場地其實並不是非常好 後來既然有NBA球星看到 你們這麼認真在辦 還捐籃球場給他們 那整個開場的表演是什麼 各族的 你知道貴州有很多各族 苗族 瑤族 漢族 各族融合 開場表演就是我們的民族舞蹈 不是專業啦啦隊 不是 而且重點是什麼 拿到冠軍 拚 流汗 拿到冠軍以後 重點不是獎金 重點不是獎盃 重點是那種榮耀感 甚至他們的獎品 就一條魚 鴨子 還有大肥鴨對不對 可不可以 可以 但這樣有什麼好講的 也不過就是一個地方運動賽事 但是你知道嗎 可以吸引數萬人到 兩萬多人到現場觀看 當天同時CBA準決賽 人次超過CBA總決賽 而且更重要的事情是你要看 有沒有VIP席次 不好意思沒有 要不要賣 要不要付門票不好意思 不用 你就進來看 擠滿滿的 不管你是達官貴人 反正你自己找位置坐 就擠進去 你看不到拿梯子 你知道那種公梯有沒有 很高的那種公梯 你知道還有人 在看比賽的時候 進好球不敢拍手 為什麼 因為他抱在樹上 因為他一拍手他就掉下去了 他沒辦法再看了 然後甚至他就待在 很多人就 反正就找至高點了 你看那個圍得滿滿的 好創造了整個旅遊年增率143% 接待遊客40萬人次 收入2154萬人民幣 但是麻煩就來了 因為官方也看到 這怎麼辦這麼好啊 比我們CBA比較好 CBA都打假啊 對不對 人家這個是真打耶 遊學有肉耶 甚至還有大媽 稍微下點雨 因為前一天最後比 有比賽有一天下雨 他們只要演一天比對不對 下雨對不對 地上還濕濕滑滑 這樣算不算走步啊 大媽在運球 滑過去 沒關係啦 沒關係嗎 大家就開心就好 甚至他穿上當地的民俗服飾 穿皮鞋照打 我跟你講 開心很重要 現場知不知識 大家都非常的熱烈 當然官方會覺得說 比我們辦得好太多了吧 對不對 我們假的一堆 但官方他們連新華社 都寫篇專文稱讚他 真的非常稱讚 說他這個叫土味的籃球讚 而且我跟你講其實也不只 很多的村也開始帶動 因為做村的這個村BA 真的會帶動品牌的效應 因為你很多老闆就說 那我來贊助 我來贊助對不對 那你要贏你才能一直出現嗎 甚至我們在畫面上 既然看到 這是你們的村民嗎 你們的村民也有黑人啊 甚至 他們還有傭兵是不是 還有傭兵團耶 甚至 村民五個都是外國人士 然後甚至大力挖角 前NBA的球星啊 可是我跟你講 連八強都打不進去 因為你要知道 村民那種投入的那種熱度 對 不只村BA 還有我們所謂的村操 操的意思就超級足球 對不對 你看喔入場儀式 是每一隊都是村民 好 可是你看那種感覺 那種盛況 中場表演民俗舞蹈 然後你知道當地也很多 大家擺攤子對不對 村民也上去獻役啊 甚至很多的獎品都是 雞啊鴨啊魚啊 或是手勢啊 你知道那個熱烈的程度 熱烈的程度 那個空拍機一拍下去 很可怕 那個 你真的以為是英國的豬超 連Michael Owen 我不知道你知道 足球巨星 哇說這個 這個辦得真好 然後連那個香港明星球隊 大家應該知道 就是那個校長啊 曾志偉啊 他們 都說好想去跟他們比一比 會不會贏 還不知道 當然這個戴琪的這個整個 風潮 這個官方就說 那我們是不是也來 可是其實很多網友說 不要 你不要來 這個會這麼好看 就是沒有官方色彩 沒有商業色彩 給定氣 你看我剛才講 不是有廠商為了贏 就去找外籍傭兵 那這好 我要看外籍傭兵 我就看NBA就好了 我看你這個 我就是要看你這個真實的感動 所以你看我過去喊口號 四個允許啦 什麼曾產報國 可是大家就開始想 你現在大家開始 你白子運動以後 他們的人 他們的人